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是好不容易得到的人 现在却被他们拦加 这么伤害打压 拦望机心痛男人 眼泪忍不住地从眼眶里夺眶而出 顺着面颊往下 一直流到唇角 又进了嘴里 他第一次尝到眼泪的滋味 原来这么苦 这么色 这么地让人难受 后来我开始追他 费尽心机 为了接近他 我还趁他醉酒的时候 在他手机里安装了监听器和追踪器 也是我 在他极度不清醒的时候 跟他上了床 一切的一切 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追着他跑 所以叔父 你现在明白了吗 从来都不是他带坏的我 如果在我跟他的这段恋爱关系里 一定要分出对错的话 那我才是那个过错方 蓝旺鸡咬牙道 所以叔父您也没有资格 拿着我的过错去惩罚魏家 你给我闭嘴 蓝启仁气得浑身颤抖 想他蓝启仁优秀一声 交出来的侄子却不走正道 气得抬手就狠狠打了蓝旺鸡一巴掌 蓝旺鸡却不拼不倚 不躲不藏 生生受住了蓝启仁 这用尽了全力的一巴掌 蓝启仁失了力道 蓝旺鸡嘴角被一巴掌打得流出了血 但他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只是抬手 用大拇指指腹 重重地擦拭了一下唇角 然后抬头 眼神坚定地望着蓝旗仁 执着道 不管叔父怎么样 我的心意都不会变 我也不会去秦家大小姐 你 蓝旗仁气得深呼吸了几口 抬手 颤抖着手指则问道 你到底还要执拗到几时 蓝旺鸡敏紧了嘴巴 深吸了口气后 轻轻闭上眼睛 执拗到 道叔父停止对魏家的打压 道叔父同意我跟魏英在一起为止 你做梦 蓝旗仁抬手扶住额头 喘了好一话 才丢下一句狠话拂袖 离开了 门被狠狠地摔上 蓝旺鸡忽然觉得 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一样 往后踉跌一步 被靠到墙上 慢慢地滑坐了下去 魏英 对不起 蓝旺鸡颤声哽咽道 对不起 没过一会儿 蓝西沉进来了 他把颤抖中的蓝旺鸡抱进怀里 轻声安慰道 没事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蓝旺鸡双手紧紧地抓住蓝西沉的衣服 痛苦哽咽道 哥 叔父在对付魏家 他要让魏家破产 我会不会失去魏英 哥 我害怕 我好害怕 如果魏家真的破产了 他又有何颜面再去面对他的魏英 我知道 蓝西沉轻轻拍了拍 蓝旺鸡颤抖的几倍 安慰道 我会想办法帮魏家的 我不会让魏家破产 也不会让你失去魏英的 没事 别怕 忘记别怕 魏无县是在魏氏集团就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才得知蓝旗人已经对魏氏下手了的消息 他也顾不得难受伤感了 立马到了旺县科技开了剪辑会议 把能用的钱全都拨到了魏氏的账上 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魏氏 跟魏氏高层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可拦起人的打压来势汹汹 咬得又很紧 他背后有整个商会 魏氏一家根本无法抵抗 乃至二十几个国家组成的商会抗衡 即使他把旺县科技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划给了魏氏 也只是杯水车薪 能弥补的也不过冰山一角 魏氏一面查着账上还能用的资金 一面电话跟人交涉 希望能最大限度地留住客源 稳住损失不再下跌 在被无数次拒绝后 魏氏气愤的一拳狠狠砸在办公桌上 把正埋头做事的魏长泽和陈述都吓了一跳 两双眼睛齐刷刷地向他看了过来 魏氏顿时尴尬 闸了下眼睛后 庄作无事发生得到 魏氏有点小生气而已